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 然后看这个视频的一个标题 还有一个视频的一个时间长度嘛 就知道这个视频的话 是一个小时多的 然后就是周四的话 我自己打算嘛 更新一个超过一个小时的一个 一个解说的一个视频嘛 然后素材的来源的话 以我在直播中 产生的一个录像为主 然后这个录像的数量是不确定的 时间是确定的 时间是一定是超过一个小时的 当我录到就解说到最后一个视频的时候 他如果已经超过超过一个小时了 那就不会解说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鉴于我自己的普通话 方言腔太重 不是特别标准 所以我再说一遍 就是周四的中午12点钟 会在那边更新嘛 更新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时间会超过一个小时 素材的来源是以直播中产生的一个录像为主 然后具体的录像数量没有没有限制 然后我们就现在就看一下这第一局的一个录像吧 应该毫无疑问会选这个画头董卓吧 然后这边就是 算了先看吧先看视频吧 先看录像啊 好 2倍速 正常都是2倍速开始 然后中间有一些东西 你要去扯一下的可能就放1倍速了 0.5倍速了 然后卫国出来开车了 这个是比较凶的 这个是比较凶的 因为你点国家嘛 还有曹操是不是 7个人掉血 感觉7个人都是卫武啊 你数错了 8号也没掉血 因为我当时可能还是想要摊一张 就是望西牌吧 因为待会曹操他要继续摄一摄一摄一摄 可能是这么一个想法吧 那这局会有什么好玩的呢 因为总体来说都是直播中我保存的一个 保存的一个录像嘛 所以肯定是存在一些些小亮点的 我只能说一些些小亮点 你要说多了 别人说你这个 你这个也也就一般嘛 我说我的 你们看你们的一个 录像 看你们的一个视频 这种操作 你也没办法说 也不是你主事要的 你也不能说他一个排序 好群雄一 其实刚才张角应该是批批灯爱会好的点吧 因为如果你批理点 理点三星秘狂给你外戏 那他有连弩 那更加有可能会去 是不是 这边注意一下 这个无邪已经没了 就是 场上这个毒条是 比较明明显的就是已经没有无邪了 或者说有无邪应该在微博手上 是大群啊 那为什么刚才不出来悲歌呢 这个也是搞笑 基本上是凉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 没有无邪 那就死呗 因为这个游戏已经已经赢不了了 你肯定是赢不了的 因为这两个热 撕马 这边撕马没有断场 如果断场的是撕马 咱们还是有可能去翻盘的 是不是 这个东西要实话实说 然后现在我们群雄 是四个人已经死了 说明我这个游戏肯定是输了嘛 然后原来是四个卫国 打四个群雄 然后刚好卫国先手 然后把我们四个群雄给灭了 这边嘛 也就说一个事情 就是说 解说的那个 录像 不一定 是赢的 他有可能是输的 但他可能说 这个录像里面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在里面 我们选将好像是有 这里我孟霍肯定是必抓的 然后猪龙也可以抓 或者要猪龙吧 或者要马超 那既然恐龙出来了 我们手上又有刷 那肯定是不出来 是不是 你出来 他要揍你 呃 这个也没错 你反正出来嘛 那就 那赌一下队友就是 那随便抓一个人赌一下嘛 那赌错了 那也没办法 我怎么开了四倍数 我说怎么这么快 然后这马腾也是没有办法 你被人打了 你肯定要报复回去 第一个要报复回去 然后第二个自己状态也要扬起来 要不然自己死了 自己控制也是开不出来的 然后在这边赌错了 然后这边是 孙奔 他看了两个人 他看了一个六号位 和看了一个七号位 那看他一个行动 他没有杀 那除了这没有杀 就很暧昧了 有可能他真的没有杀 第二个六号和七号里面 就是两个人都是无果 他不好杀 他杀别人就暴露了六号和七号 还有一种就是 六号七号里面有个人是专角 是不是 我这么分析嘛 是不是有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道理的 那说明这个好像还是对的 我怎么看呢 我刚才是有一张杀的 但是我好像被南蛮掉了一滴血 是这个意思吗 我应该是单纯 你可能是想要去蹭一个桃园 蹭一个桃园 蹭一个桃园嘛 后来这边有没有蹭得到 不知道 这边是个雷脸 那说明这个 这么多牌 是真的没有杀 因为 因为 因为你可能会去选择去收一个人头 是不是 反正不是队友 那这里我们也没必要出软 然后这个终于香腔出软了 其实终于香腔也 也不错 然后这边有个 这是bug他呀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打 打那个 国战的时候 不是第一次 就是最近 打国战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这个bug胎 我但是不知道 这个bug胎是什么一个意思 9 刷 上将胖凤 无懈可击 杀 因为章脚他是路过牌的 所以大概是有爽 然后这边他批人哦 批人我觉得也没批错吧 因为 因为你想 三个群三个 三个五 他可能就是不想要这个毒苗出来空场 而且理点他也是有能力的 当然他这一首 主的话就是说 赌我不是无果吗 看吃完饭好像有点有点宝 有点打嗝 那我肯定是出来的 然后这边你去杀这个张角 张角是不会批你的 首先他自己一个状态很好 第一个他自己状态很好 第二个他孔的 队友状态也不错 那你去杀他 这孙下下被热了 你杀他他有赏 他去批孙下 孙下叼血了 那大家都有机会是不是 大家都有机会他为什么要批你啊 如果说群中他状态很差了 很差了你去杀他要蹭他赏的话 他是批你 是很有道理的 是不是 有没有桃子 应该是有桃子吧 出一个桃子 顺手1 无损调戏 噜噜噜噜噜噜噜 噜噜噜噜噜噜我一个桃子 我选择出来了 出来 这里是要去收这个孙笨的 就你收了孙笨之后 那孙蒜枪它继续容易 这里为什么不去收孙蒜枪 是因为孙蒜枪 它有周瑜嘛 有个锅牌 有个锅牌能力 然后它是有可能爆发的 它爆发来去打群雄是不是 它去打群雄嘛 那我们跟它是一伙的 我现在如果是一个明军的状态 如果你去先收孙蒜枪 这个孙蒜它是没什么能力的 它孙蒜是没什么能力 去报复这个群雄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给我发福利 有没有逃 对 所以这个章角是给我 如果我的一个桃子的 他可能觉得这个群雄没有桃子了 所以他就先后拆 没想到群雄有两个桃子 那我是肯定是不救的 我这个无血是肯定是要保这个热的是不是 这里肯定是撸手牌啊 我手上是有拿忙的 你不撸我的拿忙吗 然后这边的话 可以先开一代劳 然后看过一下牌也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缺牌 然后想要保这个保这个负一吗 保这个负一吗 是这么一个想法吗 然后这边就说我是第一次第一次玩第一次遇到这个bug台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你现在就杀他的话 他大概就直接死了 好像这么一个意思吧 那我就选的先打死孔王 跟他进单挑嘛 反正也是一个 三人局反没有这么好打是不是觉得 这个没必要去拼他 他也是一张 你现在他他现在要把你牌的 我直接死了 这方是一个独苗 独苗空场的吧 应该这么说 看下第三局 我应该会选无果吧 我选家的一个风格是 就是强度差不多 如果你强度差不多 是优阶选无果 私血的无果 然后私血的群雄 其次是私血的蜀国 最后才是 优阶选无果 强度差不多的情况下 三个桃子 然后给张辽偷了一个 魏国这个 张辽张和 就开团的时候 是比较强的 就如果他队友 就他的配将是三血将 如果这个人是郭家 这个人出一个司马 出一个 出一个 这些草皮都是挺强的 张和的主将嘛 然后这边我丢了联弩 说明我是飞味了吧 从需要的角度来看 肯定是魏国需要这个联弩 是不是从现在这个需要的角度 万剑 哎呦 出了一个农民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敌 没想到 灯爱副将是一个司马 还开了一个白银 杀肯定是给这个谎中的 因为杀对 貂长已经杀过了 这个联弩我已经气掉了 哎 比赛了 所以天气啊 天气冷了 是各种不舒服 很快的 一家人 这一家人 自己被害了 谁占到先机 谁就胜了 哪里走 谁占到先机 谁就胜了 谁就胜了 谁占到先机 农民选择去集袭了一个雕场 把雕场给 把雕场给 罢光了 还没罢光 还留了一点点东西 這個逛十五剛好剛好把重要部位給遮住了 火攻肯定是打這個三血將嗎 你熱這麼後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熱一下五號位或者熱一下我也可以 因為熱五號位聲音五號位三血將 然後熱我的目的嗎 是因為我是排在前面嗎 我有機會把這些熱給順走是不是 這個巡域就一直不賣巡 因為人家也是一個110一級的 也不要說人家坑了 新手就是新手 我這個桃子我還是選擇要保自己的給血仙吧 這肯定是亮了然後遠交給孔虹 因為孔虹他有一個封牌的一個屬性 所以不要短兵黃英英 因為你收到黃英英就只有一張牌 第二根你留著黃英英 他肯定是魏國肯定樂意去打這個衣水的黃英 樂意去偷他去 然後這個孫夢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應該也應該打得五次一點吧 因為從下面的一個角度來看啊 魏國非常強 魏國現在還是非常強 第二個 群雄也沒有什麼雙頭大队用一波能力的 所以你可以給孔龍 然後讓孔龍里辣 可以選擇性的里辣是不是 然後排差也 也會更大嘛 收益也會更高是不是 然後現在就去 明的就是 這個判定順序是先張腳後撕馬 然後又要全行去殺張腳 然後這個張腳也莫名其妙 還出賞了 因為他是棒拉子家嘛 所以他可以不出賞 勇不背棄你 那這個 這血屬於白賣了 因為這個司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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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我所控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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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還能正一張牌是不是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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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可以不武邪 因為 其實司馬已經屬於一個必死之人了 因為他如果司馬不死 他三個田你們其實是很難受的 然後我們是看到這個雕場手上是有個冥賞的 所以是選擇去拉這個雕場然後 然后这边是可以独有独条的嘛 如果有无邪的话咱们就咱们就拿谱子是不是 如果司马不死司马不死的话 他三个田 那这个魏国又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优势了 这里先不吃桃 然后让这个三角去批他 因为咱们从道理下来讲啊 魏国竟然甩着先手开团了 然后还打得这么 我们军打得这么惨 如果我是三角这个视角 我也会甩着去批魏国 是不是 因为被碾压惯了嘛 你如果说你好好打正常打的那种 我也不会出位的 我是不会出位的 你这种想出来开团开车的那种 我是见不惯的 我是看不惯的 反正我也会去批这个魏国 然后这个 这个分本是真的是傻 你明的是刚才已经是有这个毒条 是周泰的一个毒条了嘛 那你就双量去打恐龙不就得了吗 恐龙刚才只有一张牌 直接双量杀他 杀了我们两个人把恐龙揍掉之后 你看他现在还不凉 把恐龙揍掉之后 那就围观一个国家不是吊不打吗 这个路线的时间哦 是 你看他还是不亮 这些人真的是 那我现在也说一下 这个孙奔他就是个烹子 所以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发表的一些话 就省着看吧 就说这周泰已经是bug泰了 只要他吃桃子 他就是逼死的 他就是那种该扒牌的时候 不扒牌 然后该去 该去给牌的时候 他不给牌 就是那种 这种水平的一个 你偷下呗 只能偷我 现在国家还只能 依附于苦龙 我不可能去杀一个国家吧 他带八卦 实际上是冰闪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张角 我是不可能去杀他吧 是吧 然后这边那个张角挂了一个闪电 那么国家心态也变了 我还是肯定是吃桃子过了 这个正常你是有这么一个摸杀能力的 因为你有英姿 所以你可以去先扒这个国家的牌 然后直接秒了他是不是 现在是bug time 所以他自己一下子就死了 对吧 你死了就知道他会不会亡了 只杀 这里单位如果拆的话 是不需要去拆这个连弩的 因为这个人就是个恐龙张角 不就是个白板吗 因为我我是基本上不理这个孙笨的 他说什么是什么 一个白板每个回格想要摸杀已经是有难度了 你还能加入多少连弩吗 我是不信你能加入多少连弩 这可以吃桃子也可以不吃 反正无所谓 这还觉得我这么多盘子做死啊 这一代牢是可以开一下的 还是想要防一下九杀 其实好像有一个红酒 应该是 牌里面还有一个红酒 火龙自己随便火龙 再克一下呗 请重注一下直接找个牌不挺好的吗 必要看我的手牌是寄给死的 其实这里可以无邪一下 因为这个九你肯定是想要留着防御的 是不是 然后这里选择打无邪 应该就是为了反应下就是这个九吧 想要怕这个九被拆吧 然后这边堵了一手 因为他手上即使有两个赏 咱们说一下他手上即使有两个赏 他也不能贴披我两下是不是 那运气如果真的不好 被贴披了两下那也没办法了 只有就险胜了 赢了就赢了 但是带这个 这位玩家赢了 其实我还是挺不开心的 那选个梦获马超呗 加一马都没人拿呀 这个是什么情况 加一马不是应该很多人抢着拿的吗 然后这个一号位应该就是斩脚吧 什么牌都不拿就拿了一个赏 那就是明摆的斩脚 这个真的是多死啊 诸葛出来了 诸葛要打卫国吗 不是他选择打队友 他说反正我无所谓 我蛮居下 打到飞鼠是撞了是不是 这里可以冰 可以乐也可以不乐嘛 因为你挂个武器过来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月经这么骚 肯定是见水就消水 然后我们的孙向香出来了 决斗 替天行道 那这个两个卫国真的是惨了 咋咋 顺手 那这个被天批了欧洲人真的是欧洲人 那你笨蛋你想笨蛋那先死呗 那也是你自己运气不好是不是 你运气好你有两三个队友三四个队友 可惜你就是没有队友 这个里我肯定是要抢难头的 一个有填锋随势 第二个 他是大嘴是不是 田园嘛 随时一下 哎这个只会杀队友的诸葛亮 突广离开了应该这么说 欧洲人 我最后一员 踩我手牌是想要扎曲打一波是吧 那就开大了呗 然后这边有个小细节哦 你是不能用铁技的 因为用铁技他是有张脚的 黄铁技 哎呦这个田园有点欧文 随时一张牌居然摸到这张沙 这边是可以用铁技的 你随便换呗 主要我没有红牌啊 呃为啥办法 聚损 就这么险生了 蜀果险生了还挺多哩 看第五局 这毫无疑问会选这个马带梦霍吧 狐龙狐龙有点不舒服 然后声音感觉有点 有点挺难受的 听起来 我是觉得是听起来有点难受 那这卫炎抢了个手量 盲剧了下下加 那你喜欢盲剧就抢手量 这个我倒是比较认可的 低调 四号位低调 然后针基出来开车 毕竟开车女王是不是 然后四号位表示武器不给 又可以顺便消一下这个威严 那这个甲雪是场了 待会可能还要再挨越境一刀 真的被挨了 那我只能说你去火杀一个挂层甲的 应该大概是个威果 你想动手吗 就练了 其实刚才可以蓄高一个铁锁 也可以不出来 这里可以出来了 因为这个 这个威果应该会出来 飞鸽果然是藏了一手 直接哇哇哇哇 四张杀有点溜啊 又是飞鸡 这可以掉一滴血吧 因为你有威严嘛 太后有一手 立马晃皮肤 一血四排 这个还是稳妆的 咱们就不要上来呗 因为人家毕竟喝过酒 哇哇哇哇 因为这个这个万剑开过光的 然后这又一个三血银麦 大概是可以给草逼一个大尸体的 这里我们只需要添过一下 能不能添过呢 浅袭胖虹 这里杀人的顺序就是先杀草皮 因为你杀越境的话 他可以把他的牌给草皮是不是 收尸体 然后这边决斗个 这个真机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人丸盾给拆了 我们蜀国就变成大优势了 气张赏呗 可能吃个桃子 606 双量呗 要不要给他打个无血 还算了 那这个无中是肯定是不会让你开的 你开了到时候瞎碎这个月镜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 哎呦 要给大队打工了 这是什么意思 7张牌启动 可以收两个人 就是9张牌 9张牌 看能不能把我们两个死血大牌给撕死 两发了 掉吧 不掉 感觉也没什么酒杀了是不是 那看我们怎么一波把他秒了 又判了红欧洲人 9 那这个决斗也是名的哦 一个 两个 三个 说三个人 会不会是mvp呢 再看一下第六局 嗯 你不伤的话到时候你真的是记性不好 会 何况几轮到底解说到哪里了 黄云出来了 顺手一顺手二 万剑极吗 这里一个小细节哦 就黄云云的一个AOE 是不能用无邪的 因为你用无邪他手上大概也是会有可能 我只能说有可能会有无邪 到时候他会就他会反无邪为的强行过牌嘛 是不是 那这个人应该是个鼠国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就跳的是明明白白啊 这个这个毫无呀 哎呦大鼠 那咱们要不要出来呢 都很低调啊 光闪电 无卖血 不是粘角 就是 有个人 一倍速 看南马呗 南马打传品 哎呦 真的是三国伞吗 一张杀都出不了 对真剑也是三张伞 这用一个伞去离剑 把这个 去 把这个鼠国的桃子先炸出来 然后觉得这个暗将 我是一点都不怂的 你要跳吗 我就让你跳是不是 这有什么好怂的 那现在现在是要拿这个黄英英了 因为我们看了南马又离剑了一下 他手上最多一张杀 这个是可以可以算快的吧 因为你 不可能说 流沙不流傻 是不是啊 这里是为了 收益最大化 因为呆过 贾皮 他可能是要乱舞的 你乱舞再补一刀 这个 庞桶大概率他会死 那他手上 他这个 还是随机牌 因为他的牌是 呃 你也盘的牌 就是随机牌 所以你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牌的 那我们刚才是留了一张杀 就是要防乱舞的 这个是收益是最大化 然后他主要 他这个人比较欧欧 就要涅槃两个桃子 然后这个张角就打得是莫名其妙了 这个盘统是先出牌的 就盘统先出牌的 你为什么不批他呢 这肯定是保联动的 是不是 然后这填分也是莫名其妙 这个大嘴是有四张牌的 你这样就是被大嘴的射死了 被大嘴射死了 他要把这个四张牌弃了 你为什么不死呢 所以这些人打的是 相当的莫名其妙 如果说现在庞总是一个张飞 三张牌启动 我们这是有可能会奔的 所以这些人打的是莫名其妙啊 如果说这个马带跟这个 马腾这个位置换一下 那你去批他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肯定是要保联动的 你随便换 你换换换换到花了 你就只能 只能换换换成花了 你也就只能这两张牌 你是不可能摸到更多的牌的 那你无邪是最好的是不是 那由我自己来收 我一收四 你也是过牌 你不是多摸牌 所以这个铁锁从中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意义在那里 第六局 哎 第七局 这边应该是会选魏国吧 因为这个文国太弱了 8号尾这手牌 反正我也日常不刷 知己知彼 冰凉春断 杀 那你这开王虎谷 我感觉你杀不死了 然后出了一个笨笨 你七号位你都敢救笨笨 你真的是作死啊 然后出来一个 黄干 能不能多出两个姬 姬了一下 姬了一下 你也不打 要不要自杀 全不自杀 知己知彼 看了一下一号尾 然后丢了个酒 那飞飞无碑 因为这个七号尾是救了 死笨的 这里我们是要把杰并练着的 因为这个七号尾大概会死 那既然他死不了 那我们这个可以去按了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细节了 等他先把 先让那个离点把牌打完 那咱们再说一下一个细节 你还等着有逃批呢 不瞎吗 这个细节在于我八号尾和一号尾 我们俩能卖血了 我们是有可能是卫国的 也有可能不是 但是四的号尾和五号尾没有卖血 他们百分之百是不是卫国 这个我在原来有有专门去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说这个离点 离点开往A的时候 他应该走去瞒猜这个事情 这个离点是典型的只会打那个三个 他他不会去想这个想这个 为什么会打 这个还是个Bug 我肯定是赢的 因为司马有两滴血 这个大嘴马 他都起不了 起不了 哦 他起不了飞 应该这么说 而且他那个离点刚才是酷王牌的 走上是大概是有桃子的 像 骑马 这还挂什么闪电 我们这么大U局 这个是Bug 这个是Bug台吧 两滴血带了一个不驱 双神速带走呗 刷起来就是 这个一血三排啊 天批了 死不死 他居然没有死掉 这边他也没必要救吧 你两个桃子 你们这个状态 两个人不吊打他吗 吊打这个二战周胎吗 救我了 反而有可能 只能说有那么一丢丢可能哦 他几乎也不大可能 直接死吧 这个人好像又不是Bug台 我是要注意一下时间了 43分钟 我选择这个组合 可能日常都会独苗 日常独苗在家 这样有 会不会是这么一个效果呢 看了一个不该看的人 老嘴哥就出来了 这个心里凉凉了 也是假大嘴 刚好又出了一个魏果 还是个曹操 还出了个司马 那我们这个有点不虚了 一口老酒 司马会不会足 农民哥 出来了 开土完了 要田还是要命啊 阴滋了一下 哎呦 四张牌没有红 没有黑 你也是6啊 何仇不破敌 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有没有桃子 出一个桃子也是正常行为 是不是 月镜 许广的主将应该是个月镜 以字四方 因为这个邓爱牌少 他觉得邓爱手上有桃子 以字四方 你的牌太多了 然后 第二个可能是想要拆他的一个 手牌 然后 就拆赏嘛 然后教他做人吧 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六号会表示自己低调 不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一 一把的牌 觉得他可能会有那么一个 垃圾可以收是不是 很有意思的防了一下二张 因为我们是可以后练的 知道吗 这里杀魏国是是要杀的 但是杀王魏国 是一定要乐这个打嘴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我是 因为我是这么觉得吧 应该是觉得 比如说你 你这个邓爱杀不死 那这个乐到底乐水 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 一灯爱有七个田 七个田 那他大概是刷一下 收了这么多人 就杀王这么多人 那大概是魏国的 可能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这乐就没用了 老孙刚宁说他这个一直没动 所以就选择拆他的牌 也可以理解吧 然后这个杀王 他是不怎么会玩的 你看他这个方块都不知道去热人了 你直接热一下别人顶掉不行了 看他不知道热人了 他就知道顶了 然后他选择就是推国家 因为 推国家是有风险的 第二个你推完之后 推完之后这个柱绒 应该是小猪狗 就一大把牌了 那我们的热可能就会水 热一水 大嘴的机会可能就会来了 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大嘴 是不是 不是 柱绒没必要吧 你倒不让那个大嘴出来 是不是 你的计谋被识破 你的计谋被识破 一定要换大嘴啊 给他换一个桃子都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换大嘴 只要大嘴没有排这把我们 如果是几乎是稳赢的 你着急走 脱管吧 然后这顺便表自己自己需要连 那也不需要留这么一口酒 是不是 待会这个大师会给你入牌 是不是 我说他不怎么会玩就这么一个道理 这里是一定要留着了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大小是什么一个水平 他两张牌那他肯定是引不了东西 那他满血他还要杀我 投了呗你直接投降不就得了吗 MVP居然不是我 我也是给团队做到了很大的一个贡献的 咱们看一下第九局 又是大蜀国 大蜀国会有什么好王的吗 独描EV7 这不是日常大蜀国的一个打法吗 独描EV7 先看一代了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装备就不要顺别人了 既然没有这个八卦还是有顺的一个意义的 其实这个雌雄剑也可以顺 但是前期嘛 可能是一个防御端 这个也没必要亮了 你有砂是吗 满手的砂 你干嘛要亮 这里没有出红杀是有点不尊重孙笨啊 你万一杀到孙笨他还能击仰一下是不是 他选的冰了我那我就会抢手量呢 因为如果你是张角和司马那我不是尴尬了是不是 而且我这个虽然说这个张飞他是可以后量的 但是我还是选择而且你可以搏一下无邪是不是 知己知彼决斗 哦他知己知彼一号位在决斗那一号位肯定不是蜀国 啊他大概率是一个 卫 卫群 应该这么一个东西 你亮一个蜀国他真的是没什么嘲讽好像 借我的刀 那我我看他两张牌我就胖了一下吧 他先开了个万剑 其实好像也不搭像群嘛 因为张角他没牌嘛 然后他开了个万剑之后选择去打三选不卖 这个感觉让我感觉他是卫群吧 不是应该感觉是卫国 因为他开万剑有点坑张角嘛 顺手那顺手那就随便顺 杀了你随便杀呗 你还是随便了 我有再起神将 我可以再起一下 没起来没关系 咱们还能享受一下桃远的佛地是不是 敌妈了 无双哥 因为借这个砖角的刀很不友好 所以被这个论九杀也是真的是倒霉 笨笨爱文华 你这个冰粮是并不动的 人家砖角是明代有个小笛炉的 宝花的小笛炉 好 成吉表示自己还要挨一刀 这个一号位就就会压着暗将 这打得很好啊 我觉得这肯定是 一个大神 然后四号位就就被一顿做了 好像我亮一个梦获 还有一点桃葱都没有 是不是 决斗 杀 不过这个四号位是真的是惨啊 我真的是与世无真的一个感觉 天下大事 借刀杀人 那你这个肯定就逼死了 他有无双 我等杀佛 那说明什么这个人 这个人是个五果 那一号位应该是个五果 然后这两个五果真的是死的莫名其妙 我觉得这两个五果是死的莫名其妙 然后又有个司马 司马里点也是死的莫名其妙 我们好像是表示一点压力都没有啊 冰就随便那你冰呗 我反正满血三张牌是不是 这一死的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就是 两个五果一个离点 然后一号位还藏了一个五果 那我们是没必要去打 打什么打什么 让他们出来打就是 这还赏什么他不是有女巫吗 你不知道他有女巫吗 哎呦是个boss啊 有点祸的这个boss啊 我这个张角张角这个属于数字还行了吧 因为他的少他 这个应该说是名赏了 他有八卦一个有八卦这个 呃董卓出猪牌吗 正常来说应该是赏多杀少的 铺别鼠牌吧 所以嗯 三角手上大概是有赏的 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当然他没有去通牌也是挺好的 看我的厉害 我还是不会救的 好 真击表示自己要救 那就让你随便救呗 我选择跟这个boss进单挑 表示一点都不怂 这也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因为我不喜欢进三轮局是不是 因为你进三轮局很麻烦 因为你打针鸡许晃 你也是打不赢的 毕竟这个孙上香甘宁就是个三血丹甘宁 是不是 先固合拆桥 宜代佬 有紫雄剑 杀他一下 他会不会让你摸 真的让你摸了 他还是让你摸 那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要久杀他 他他肯定不会让你摸的 是不是 因为他有个桃子 他肯定是要用这桃子来去命的 那我们先来验一下 他是什么牌 人呢 人呢 人在哪 对 人在这里 他是有一个闪的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防守九杀 但不好意思 我没有九杀 我有个决斗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局吧 这局挺有意思的 在直 反正是直播中嘛 直播中产生的一个无线 你们可以说看过的 可以不看出去 那就说有越境咯 感觉 呸呸 寻遇 那徐医出场也无可厚非 然后我这边我出了一个赏 其实因为我的想法是 如果说我出钢料 这个大嘴他可能就不射了 如果这个大嘴不射了 我们三个卫果 你看前面一个托管 就这个人三血不卖 这个人脱管 那就这两个人 他肯定不是魏果 那我们可能要面临三打四 三打五 那三打五的话 我们又是吃不消的 所以我选择了 后干裂 让这个大嘴多射几法 然后他既然出了甜蜂了 那这边的一个打法就是 死保曹丕了 你把曹丕保住了 他说不定他是可以射死为友的 这种录像我原来也做过 就是 一血曹丕嘛 放大嘴嘛 让大嘴打工嘛 就如果这个局势 我们大卫果没有司马夏尔敦这种 或者国家这种 那我们大卫果也是赢不了的 是不是 第一个 第二个 大嘴没有队友 那大嘴他还是有机会赢的 就赢免很大的 是不是 所以基于这两个逻辑 基于这两个逻辑 你是要让大嘴继续射 一直在射 然后 把这个淘酒 变成一场给曹丕 让保住曹丕 然后等大嘴把队友射死之后 曹丕靠这个淘酒活下来 活下来 然后由他来清场 然后还有一个逻辑 就是你作为曹丕 如果你没有队友的话 你也赢不了 你既然赢不了 你去一血去帮大嘴又有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 你反正赢不了了 我怎么打是我的事情 别人不能怪我 我没有队友啊 我有队友 等那个曹丕有队友的时候 那这个局势 是 那你的队友只要稍微会晚一点 那他肯定是会把牌留给这个草坯 是不是 把陶和久上 上陶和久无邪 留给草坯嘛 什么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那应该是有连弩了 拿忙都丢着嘛 那应该是连弩 然后最后是一个被驻龙 应该是被拿忙 A死的驻龙 有兴趣如果想看一下 那个打法的 可以主页看一下 有一个曹丕 一雪方大嘴 让大嘴打工的那个视频 我印象中在那个视频的 底下还有 自己的一个小思路吧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 视频看到的最后 那应该是 还是可以接受我这个 这么一个解说的质量的 那就关注一下吧 然后可以点一下 我们这个主页 有那个投稿的 邮箱 有那个群的群号 还有直播的一个时间 最后就谢谢大家 最后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